第151章 杀人赚积分 可惜这张地图里的玩家实在太少了 几个小时才碰到一个 想用PK的方式增加评价积分显然行不通 不过 这名偷袭为国反被陆离击杀的玩家也给他提了个 行 这不是单机游戏 概率再小也不是没有概率 这一次偷袭他的还算不上高手 万一是高手 他不一定有这么轻松 收起轻松念头 陆离谨慎多了 至少他能前行的时候都会尽量前行 也不再冒冒失失地找个地方就坐下休息 从进入任务地图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五个小时 陆离终于看到了沼泽之外的东西 一棵参天大树 我们平时说参天大树 其实都是夸张的说法 最多也就是树木过于高大 对我们造成了一种视觉欺骗 然而眼前的这一棵 陆离很确定不是视觉欺骗 这一世在曙光里走的地方还少 前世见过最大的树木 应该树海加尔山的诺达希尔 也就是暗夜精灵一族的世界之树 诺达希尔非常高大 几乎笼罩了半个海加尔山 不过和这棵大树比起来 诺达希尔简直就是一棵小树苗 加尼尔曾经翻阅过 无数艾泽拉斯典籍的路里 很快就想到了这个名字 想出来之后 随即陷入新的困惑 怎么可能是加尼尔 加尼尔是艾泽拉斯的母亲树 树上节有所有树的种子 是艾泽拉斯世界所有鸟类 和有一生物的天堂 即使巨龙也将这里 作为自己度过余生的场所 这个树早就已经毁灭了 和他的守护者乌鸦半神艾文娜 一起陨落在上古之战中 路里看着加尼尔 那一望无际的树冠 还有树冠上飞舞着的无数灵魂 还有萦绕在枝叉上的无数闪电 他终于明白 自己处于一张幻境地图中 母亲树加尼尔不是他的目标 乌鸦半神艾文娜 同样不可能和他有什么牵扯 不过 看到母亲树加尼尔 想到乌鸦半神艾文娜 路里终于记起他 这一次的任务目标 雷恩萨克 雷恩萨克 其实也是个暗夜精灵 说起他就必须要说 艾文娜 一开始的时候 艾文娜是生活在母亲树加尼尔身上的 一只乌鸦 虽然因为亲近 加尼尔有了一点神力 归根究底 他还是一只普通的乌鸦 艾文娜很幸运 他得到艾罗恩的亲爱 成了艾罗恩的信使 一个神明的信使 其实也没多么复杂 他的职责 就是帮艾罗恩传递信息 给半神瑟纳流斯 他的一致好评 作为对他的回报 半神们赋予他更多的能力 来帮助他 更好更快地完成使命 最终 艾维娜自己也成为了 与他们一样的存在 半神 谁说快递缘没前途 现实世界里有李自成 虚拟世界里有半神艾维娜 上古之战时 艾维娜有时会化身反间种族形象 指引那些遭遇 末日守卫追击的人类 或暗夜精灵 帮他们化险为夷 不过 大多数时间他都在高空盘旋侦查 为塞纳流斯提供燃烧军团的情报 这时候 一个叛徒出现了 他就是雷恩萨克 没有人知道 雷恩萨克为什么会堕落 这并不重要 这位实力很弱的堕落精灵 探知了艾维娜的行踪 并将情报悄悄地传给了末日守卫 一大批恶魔 集中攻击了半神们的信使 末日守卫的长矛 最终刺穿了艾维娜的身体 鲜血洒满了大地 接触到艾维娜鲜血的燃烧军团恶魔 纷纷倒下 就这么一个小人物 险些毁掉了一个半神 陆离的目标是 击杀这个叛徒 带着他的头颅 回去交差 踏入母亲树加尼尔的笼罩范围之后 陆离脚下终于不再是泥泞的沼泽地 这里已经是亡魂的天堂 他不得不老老实实地 进入前行状态 和德鲁伊随从一起低调的前进 让你的随从加血 要不然大家都完蛋 没蓝了 我们跑吧 嘿嘿 光明阵营的小朋友们 一个也别想走 终于听见有人说话的声音 陆离绕过几只亡魂怪 正好看到交战的双方 一边是三个光明阵营玩家 一边是两个邪恶阵营玩家 光明阵营的那一方 不仅没有因为人数优势 战力 反而被人少的 一边压着打 邪恶阵营这边一贼一战 分别带了盗贼和骑士随从 典型的暴力菜刀组合 陆离赶来的这么短的功夫 这一贼一战 已经杀掉了对方一名玩家 玩家挂掉后 随从也立刻消失 三个都打不过两个 更何况是两个对两个 更是一边倒的局面 陆离没有上去帮忙的意思 他又不是圣人 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 去帮助陌生人 阵营的荣耀 这样的话 只能忽悠热血小白 事实上 任务地图中 被PK死掉的玩家 80%都是同阵营的人击杀的 又一个光明阵营的玩家 挂掉了 邪恶阵营的玩家 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 那个盗贼随从残血了 其实随从 估计没什么魔法值了 也不见他使用治疗技能 只是拎个锤子 帮着砸 最后一个光明阵营玩家的 职业是骑士 PK的时候非常耐操 但是他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两个临时队友挂掉 早就没了争斗之心 竟然站那不动任人宰割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是时候收拾残局了 陆离摸到邪恶阵营的 盗贼玩家身后 对他施展了偷袭 两个邪恶阵营玩家 也不是亲密无间 不仅互相防备 而且都打着抢人头 赚积分的主意 根本没想到 身后还有一只黄雀 可怜的盗贼玩家 还没撑下陆离一整套技能 就倒下了 死的时候 还把武器爆出来 战士玩家后退两步戒备地 看着陆离 他在战斗中 一直都很保守 又有骑士随从加血 所以血量几乎是满的 所以还有一战之力 谢谢大神相救 我血量不多 先走一步 这个人头就让给你了 骑士玩家死里逃生 眼珠子一转 掉头就走 有新来的这个盗贼在一边 战士一定不敢追自己 至于那个盗贼 他的目标显然是别人 而且他和自己一样 是光明阵营的玩家 可惜他想错了 在他转身的那一刻 陆离鬼魅一般地出现在他身后 被刺 隐邪 直接开打 操 你是不是人 敌对阵营的人不杀 居然跑过来杀我 骑士 被陆离高完成度的隐邪击晕了 只能破口大骂 本来就被两个人围着打 血量连一半也没有 陆离几个技能下去 他丢下两个积分 滚出了任务地图 第152章 打劫 战士本来想走的 但是又不怎么甘心 迟疑的功夫 陆离那边已经结束战斗了 这么快 战士看得头皮发麻 直觉告诉他 自己遇到麻烦了 按理来说 作为一个板甲狂战士 对盗贼玩家 有着天然的优势 不应该如此悲观 但是陆离那种对自己阵营人 也毫不留情的狠辣 还有杀人如窃菜的利索 让他心里发凉 今天是我们工会大举进入任务地图的日子 你还会遇到更多的荣耀之毒玩家 所以呢 陆离心里一饼 稍微有点意外 普通玩家不敢进入任务地图 不代表 工会玩家没胆子 他们会分批组织 玩家进入任务地图 就是为了抢夺前100名的奖励 顺便为工会打响一些名气 前三个成功转职的玩家 会得到系统世界频道醒目公告的待遇 你得罪我们没有好处的 前面路上还有我们工会几十个玩家 不如我们相安无事怎么样 战士试图说服陆离 放过你也不是不可以 三件稀有材料 陆离伸出三根 手指晃了晃 一副吃定对方的姿态 滑下去第一行会的光环 很有用 平日里 药舞扬威惯了 何曾想会沦落到拿钱 替自己赎命的地步 战士心里恼怒异常 恨不得立刻上去把陆离劈死 你不是我的对手 狠死得很快 陆离提醒他一句 陆死谁手 尚未可知 战士咬着牙 吐了一口闷气 哦 这么说 你是不答应了 可惜 一边说着话 一边隐匿了身影 陆离顿入了阴影当中 战士紧了紧手上的武器 命令骑士随从 在他脚下释放了一个奉献 奉献 顺发 冷却时间30秒 消耗7%的法力值 将圣洁的能量 灌入你脚下的土地 在9秒内 对进入该区域的 敌人造成90点神圣伤害 伤害不大 但是可以造成持续性的范围伤害 能够让盗贼不敢靠近 这个时候 就放奉献 你很害怕吗 陆离的声音传进耳朵里 轻飘飘的有点诡异 在这个亡魂密布的怪区 尤其圣人 奉献 只能作用9秒 很快就失去了作用 想要再一次释放 就必须等30秒以后了 关键是 对方会给自己的随从 释放第二次奉献的机会吗 丢三样稀有材料在地上 你就可以走了 这声音就像魔鬼一样 只往战士脑子里钻 你凭什么吃定我 战士暗子里擦了擦手心的汗水 说着话的时候 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他不是菜鸟 这会儿赶进任务地图转直 而且能走出沼泽地的人 哪一个会是菜鸟 也不是不敢一战 只是陆离刚才的表现太逆天了 刚才被击杀的那位盗贼玩家 一路表现出彩 一点也不比战士差 要不然 两个人也不会因为互相顾忌 而选择合作 还有那个骑士 连还手之力都没有表现出来 临死之前 除了破口大骂 就只能惨叫得像个小鸡仔 如果被我击杀 你不仅要损失大量的经验 还会掉落一件装备 最重要的是 再想接转职任务 就只能等三天以后了 陆离没急着动手 而是寻寻善诱地劝导对手 如果换个场所 他就是一位指引方向的人生导师 我的装备不比你差多少 而且我是战士 战士已经完全丧失勇气了 竟然试图用言语来击退对方 你的装备确实不错 手上拿的是城墙撕裂者嘛 陆离一眼就看出来 这把泛着幽兰光芒的战士 极品装备 心里藐视地撇了撇嘴 真是浪费了这么好的装备 你叫什么名字 我希望自己输得明明白白 战士后退两步 和自己的骑士随从背靠背站在一起 不要把别人当成傻瓜 我想你一定是想等员兵 真是天真的可笑 陆离无情地戳破了他的美梦 任务地图里的坐标是混乱的 就算你有同伴在大树附近 短时间也没可能找过来 给你十秒钟的考虑时间 否则他只能过来替你收尸了 陆离没等十秒钟 直接前行到战士身边闷棍了他 闷棍晕眩二十秒 足够陆离将战士的随从击杀 更何况他还有一个精英德鲁伊 在旁边帮忙 你卑鄙 说好的十秒钟呢 战士被闷棍 并不妨碍他说话 我的意思是 十秒之后 你可能就死了 陆离匕首翻飞 丝毫没有留情的意思 一个普通弩版的随从 能惊得起他几下 几乎瞬间就损失一半的血量 停手 战士大声叫道 我认了 随从死掉的话 他的实力大减 即便从陆离手里逃掉性命 后面的任务 也很难做下去了 最好别和我玩什么花样 也别让你的骑士给自己加血 陆离停住手 也不前行 就这么大大咧咧的 站在战士面前 等他丢材料 我没那么多稀有材料 战士恨得牙痒痒 总有一种冲锋过去的冲动 但是他不敢 他赌不起 杀掉陆离能有什么好处 最多不过是一件装备 或者还有一点 不知道有什么用的评价积分 而他一旦被陆离击杀的话 损失的可就不仅仅是这些了 荣耀之都工会事先给他们沉默 一旦完成了转职任务 工会待遇提升一级 还有一笔数目诱人的现实币奖励 比如眼前这个战士 他现在是荣耀之都正式成员 完成转职任务以后 他立刻就会成为精英成员 如果运气再好一些 是曙光前100名转职的玩家 成为核心成员 也不是没有可能 没有稀有材料 强化石也可以 不要说你 没有 如果这都没有的话 那我宁愿赚点积分 陆离心中窃喜 三样稀有材料 他还以为对方会还价呢 战士没敢辩驳 直接将两个稀有材料丢在地上 还丢了一颗强化石 憋屈地问道 我可以走了吗 他不是不担心 对方拿了钱财 还要赚积分 但是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 没办法的事 当然 希望你能转职成功 陆离捡起东西 退后两步 以示善意 希望你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如果工会知道 他干出了拿材料 替自己赎命的事情 别说精英成员 他连普通成员 也未必还能继续做下去 第153章 堕落精灵 没有人会知道 陆离肯定地说道 战士垂头丧气地离开 剩下心跳加速的陆离 黑水鳞片 闪电印记 强化石各一 这就是他第一次打劫的战利品 简直可以称为 丰盛 他的身上 现在已经有七件稀有材料 四颗强化石 刷一次困难程度的死亡矿井 也没这么多 其实 正常情况下 每个走出沼泽的玩家手里 能有一件稀有材料就不错了 玩家刷这张地图里的普通怪 都很吃力 更别说能抱稀有材料的精英 碰到两只精英 绝对死路一条 战士玩家抱了别人 才有两件稀有材料 加一颗强化石的身价 像陆离那样 拿随从当诱饵 刻意地把怪勾引出来杀掉 根本不是正常人会干的事情 现在他找到了 刷稀有材料的新门路 前世 只有被打劫的份 这一世果然不同了 陆离兴致勃勃地 开始打劫别人 沼泽地里一个钟头 不见得碰见一个人 出了沼泽地 人才稍微多一些 不过也只是稍微多一些而已 陆离一个多小时 只碰见了四波玩家 其中有两个是满园小队 陆离跟了几分钟 找不到偷袭的机会 最后果断放弃 随后碰到的一个单身玩家 很光棍 陆离几下 就把他打成残血后 把身上唯一的一件稀有材料 交出来保命 还有一波是两名玩家结伴 都带着随从 仗着自己人多 拒绝陆离的打劫 请求陆离无奈 只能出手教育他们 什么叫实时务者为俊杰 加上随从 二对四 陆离也不轻松 原本打算留手也没留住 不小心捅死了一个玩家 剩下的那位 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肤浅 乖乖地交出两件稀有材料 再往前走 独行玩家就不多了 有的话 也是双隐形单位 双贼双德 或者像陆离这种 易贼易德的搭配 世界那么大 谁也别想捉到谁 其他都是结伴型 由于互相顾忌 动手PK的 反而少了 陆离的打劫大忌 不得不暂时终止 此行目的地 在一处堕落精灵村落 属于场景地图中的 怪物聚集地 和副本也差不多了 想要见到雷恩萨克 估计不容易 深入敌学在所难免 堕落精灵 全部都是二十级以上精英 非常勇猛 陆离亲眼看见 一个五人小队 在十几指堕落精灵的攻击下 短时间团面 他没急着进去 而是在村口一个隐蔽位置 静静地等待 浑水摸鱼 是盗贼玩家最喜欢做的事情 玩家越来越多 都是上午经负本地图 开始转职任务的玩家 虽然都是竞争对手 恨不得自己队伍以外的 其他人死得一干二净 但是任谁都没有自己动手 让别人占便宜的打算 至少在没见到BOSS之前 他们都会保持克制 两个阵营玩家之间不能组队 也就没有了合作的基础 他们分成了两个 精卫分明的团体 相隔甚远 看来是打算从不同的方向 往村子中间推进了 邪恶 阵营这边人数巨到40多的时候 终于不耐烦 继续等下去了 一个法师玩家出来挑头 大家围坐成一圈 几分钟就商量出合作的方案 至于合作的诚意 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人多力量大 清怪的速度暴增 安全性也大为提升 偶尔还会有战利品掉落 临时指挥官 也就是那位组织大家合作的法师 他倒也能够秉宫分配 采用轮流制的方式 将装备材料分下去 陆离还看到了 第一个被他打劫的战士玩家 就站在法师身边 这法师应该是荣耀制度工会的 怪不得有组织一个40人团的号召力 陆离前行着 跟在邪恶阵营玩家的后面 打算请观其变 像他这样的玩家一定还有很多 之所以选择邪恶阵营尾随 可能是潜意识里觉得 杀敌对玩家不仅有荣誉呢 而且心里也不会有负罪感吧 精英怪物里面 偶尔会出现比较厉害的大精英 等级达到了25 血量不算后 却能免疫玩家一多半的攻击 而他的攻击也超乎寻常的高 团队开始出现了检员 有个盗贼突然出现在一个 残血玩家身后 直接将他击杀 不过这盗贼显然不够 杀人之后没能跑掉 陆离看得不忍促使 感觉这货丢了盗贼的脸 不过他也没有上去证明自己的意思 需要应付越来越多的大精英 还要防备跟在身后的 敌对阵营玩家 邪恶阵营这边推进得很慢 陆离知道 光明阵营那边估计同样如此 谁也不会比谁轻松 两边的团队 几乎是同时推进到 堕落祭坛的位置 也就是堕落精灵的村委会所在地 那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 占地方园上千马 除了堕落精灵 祭坛的周围 还有位数不少的末日守卫 他们是燃烧军团的底层炮灰 但是摆在玩家面前 却是一道不易于悦的高墙 两边的指挥官 很明智地打消了鲜火拼一场的念头 他们不得不展开合作 共同清理这些末日守卫 所以说 阵营荣耀卵用都没 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 他们也可以并肩作战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他们还在等待 等待更多的玩家汇聚过来 陆离站在一处高地上 认真地观察祭坛上的那些堕落精灵 任务描述里 有一些雷恩萨克的特写 在结合种群地位的差异 陆离很快就找到了目标 那是一个很苍老的精灵了 不看皱纹的话 还算得上是一个帅哥 只是眼睛里充满了兵门和疯狂 还有毁灭一切的残忍 他的手里持着一张角弓 身边握着一只白狼 角弓很长 也就意味着雷恩萨克 至少不是游侠 游侠的特色就是短弓短刀 近战远战都很给力 精灵族的游侠 一度令人闻风丧胆 和月之女祭司 共同闻名天下 曙光里最著名的游侠 莫过于希尔瓦纳斯风行者女王大人 邪恶阵营最著名的 终极大boss之一 不仅实力出众 相貌更是美得一塌糊涂 很多光明阵营的玩家 再见了希尔瓦纳斯女王的风采后 甘愿堕落加入邪恶阵营 可惜一直到陆离穿越那会 也没找到门路 排除游侠的可能 雷恩萨克应该是猎人职业 远程物理攻击王者 近战的若基 第154章 内讧 就在陆离观察的时候 底下的玩家们 终于凑够了200人 开始对末日守卫的阵营 进行冲击 总指挥官是荣耀之都的那个法师 ID名字较如梦似幻 在游戏圈子里 也算一个小有名气的高手 也只有这种大公会出身的高手 才能勉强指挥 非同一阵营的玩家作战 人多力量大 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再次得到了证实 一个27、8级的末日守卫 在如此多的玩家密集攻击下 连浪花都翻不起来 便直接扑地 然而任务当然没这么简单 至少不是这样蛮干 就能凑效 前方 吹响了低沉号角 一排大约食指末日守卫 迈着沉重的步伐 向玩家们组成的防线压了过来 他们身材高大 手里拿着宽厚的巨简 被玩家带来了难以名状的震撼 指挥官瞬间变了脸色 心里有种破口大骂的冲动 你们压的是怪物 不是应该站在那里 等着我们拉过来统统杀掉吗 为什么会如此的 有组织有纪律 大概是第一次见识 NPC军队 玩家也乱套了 前排的MT不断后退 甚至有的人为了不掉疾 丢头就跑 毕竟只是一群 临时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 MT稳住 治疗加血 你们还想不想完成任务 全都打起精神 你们没有后路了 指挥官如梦似幻大声喊道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NPC阵容 手心冒汗 却不得不故作镇定 他的喊话起到了作用 几个装备还算不错的 MT硬扛着顶住了 末日守卫的攻击 治疗连忙 加血 其他玩家全部站在后面攻击 路里潜伏在不远处 看到这一幕之后 终于松了口气 他最怕的是 这些人放弃 到时候 面对独自 面对这么多的末日守卫 再牛的人 也没办法 转职任务的难度 对任何人来说都不简单 但也不至于难道 需要一个200多人的 大规模团队 才能完成 那样的话 再过两个月玩家 不见得有多少人 能够转职成功 全民游戏 为了鼓励竞争 也会允许一部分人 成为高手 大家你追我敢玩的 才待尽 这些玩家都转职不了 那这个游戏也基本上到头了 没有人愿意充当绿叶 现阶段除了陆离 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 那就是 转职任务的难度 是有限制的 比如说 这种S级顶尖地图 转职难度 可以看作100 这100点 沼泽地 至少要占30 剩下的70点 就在眼前 这些末日守卫的 击杀难度 非常高 200个人 对付十来个都要减员 陆离估算了一下 把他们看成50点难度 一点也不为过 剩下的不到20点而已 这也就意味着 雷恩萨克非常好杀 可能也就是比精英 稍微高一点的水平 陆离知道 那是因为他是重生的 这些 还在和末日守卫们做 殊死搏斗的可怜孩子们 可不知道 按照惯性思维 有这么多强大小怪 维护着一个家伙 那么这个boss一定叼炸天 陆离 还在等 祭坛上那么多末日守卫 和堕落精灵 他现在上去 别说击杀雷恩萨克了 摸一下 人家都会被群殴致死 号角更嘹亮了 一对20个末日守卫 一对20个的 堕落精灵控法者 出场 这算什么 欺负人啊 大神 该怎么办 光明阵营这边的 临时指挥官脸都绿了 他无助地看着如梦似幻 期待他能有什么好主意 还能怎么办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难道你打算就这样放弃 如梦似幻 慷慨激昂地喊道 如果你们光明阵营的玩家 都是脑肿 就给我们闪开点 让我们邪恶阵营来教你们 怎么做男人 这话实在太伤人了 两边的玩家都受到了刺激 也不管会不会阵亡了 一个个慷慨赴死 陆离站在不远处 冷笑不语 以他的视角 正好能把整个战场 收进眼底 他可以清楚地看到 战斗中挂掉的 大多都是光明阵营的玩家 即便有一部分邪恶阵营的 也多以散人玩家居多 荣耀之都的主力 没有伤筋动骨 如果没猜错的话 应该还有大批的荣耀之都玩家 正在赶来 甚至就潜伏在后面 也说不定 如梦似幻此人指挥能力不好说 但是这一手损耗同伙的手段 玩得倒是极为出彩 四十只怪 已经不是两百人 所能轻松应对的了 几乎每一次冲击 都伴随着几个人的伤亡 堕落精灵控法者的言报数 极为恐怖 而且可以叠加 只有法术防御高一些的骑士 MT才能多支持一会 这么多 玩家 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被热血冲昏了 头脑 有比较精灵的 已经开始后退了 可惜 身在局中的他们 反应太晚了 迎接他们的是一波 十几个法师扑出来的暴风雪 一大片的伤害冒出来 荣耀之都的玩家们 撕毁了先前的盟约 毫无可信度的盟约 存在时间 甚至不足半个小时 光明阵营指挥官听到幕后 回头一看 顿时就傻眼了 他一个箭步跨过去 揪住如梦似幻的领子 你们做了什么 你瞧瞧你们做了什么 对待逃兵 必须狠一点 如梦似幻一本正经地说道 那这些人都是从哪冒出来的 玩游戏能做指挥官的 或许水平一般 但是谁也不是傻子 他们身后出现的这一伙人 足足七八十个 各个装备精良 就是他们中间的法师 制造了刚才那一幕 让人心凉的血案 而且他们凶相毕露 大有把光明阵营玩家 一网打尽的架势 认灾吧 我们走 拉住冲动的指挥官 剩下的三四十个玩家 舍弃了末日守卫和堕落精灵 把防御的重点 放在了盟友身上 算上被怪杀的 百余名光明阵营的玩家 剩余不足一半 任务都没做完 怎么就想走了 如梦似唤冷笑着 这些人在他眼里 不再是盟友 不再是威胁 而是一件件装备 还有任务评价积分 我们的任务注定要失败了 但是你确定要留下我们吗 光明阵营指挥官 悲愤的吼道 我只有一个二流工会 但是我敢在这里发誓 只要今天不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工会以后什么都不做了 专门找你们荣耀之都 落单玩家的麻烦 我们的任务注定要失败了 但是你确定要留下我们吗 光明阵营指挥官悲愤的吼道 我只有一个二流工会 但是我敢在这里发誓 只要今天不给我们一个说法 我们工会以后 什么都不做了 专门找你们荣耀之都的麻烦 其他玩家也愤怒难挨 活出去之后 普通玩家发起狠来也令人心计 就是 你们荣耀之都 就算都是高手 我就不信没有落单的 操他奈奈的 玩个游戏 还搞得这么恶心 一个面向 稚嫩玩家将头盔摘下来 扔到地上 骂骂咧咧地说道 老子玩游戏 从来不花钱 但是今天破个例 回去就发悬赏 只要杀荣耀之都的玩家 十斤必一个 不设上限 今年压岁前花光为止 富二代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 有点超出控制啊 如梦四幻心里 也没底了 想要留下这三四十个 被坑惨的光明阵营玩家 实在太简单了 即便不算这六七十个 胜利军他们也能办到 但是击杀之后 有什么后果就不好说了 按常理来说 你杀我我杀你 算是游戏里的尝试 只是荣耀之都 这次确实有点不厚道 眼看 他们竟然有 和平解决的迹象 跟在后面的 陆离不爽了 你们和平解决 各自保存实力 我的机会 岂不是就少了 他装备上黑铁蒙面筋 靠近一些之后 瞬间闪到一个 邪恶阵营目视的背后 被保护在 大后方的治疗玩家 哪里会想到 有人袭杀自己 他那一身小不假 没撑几下 就和任务地图说 拜拜了 操 傻 如梦似幻 这下子不纠结了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一部分的攻击 朝路离奔来 还有一部分 攻向残存的 光明阵营玩家 幸好攻击分散了 而且能这群人的注意力 都在另一边 陆离一个 消失挡掉 朝他过来的几道技能 半血逃离现场 盗贼是机动性 最强的职业 这话不只是说说而已 只要不犯剑 试图冒充战士 逃命 还是很简单的 另一边 虽然觉得这个 突然冒出来的盗贼很诡异 但是如梦似幻 已经顾不上他了 他气急败坏地 指挥着工会成员们 击杀这些残兵败将 雪上加霜的 是 又一波怪物 已经压过来了 这次没有光明阵营的玩家 做炮灰 荣耀之都 面临两线作战的窘境 陆离刚才出手的时机 可不是随随便便选出来的 而是经历了仔细的 观察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一百多名 完好无损的荣耀之都 玩家 不符合他的利益 四十只精英小怪 三四十个玩家 还有二三十个玩家的随从 全部围攻邪恶 阵营的玩家 和他们的随从 祭坛下面的战场 一片混乱 三四十个人 即便血量不满 人数太少 垂死挣扎起来 也很麻烦 当最后一个人倒下的时候 荣耀之都 这边竟然出现了 人数差不多的简缘 刚才那盗贼是什么人 如梦似幻脸色阴沉 不是很清楚 我们被杀的人说 怎么会没有系统提示 难道咱们的牧师 会先对他动手吗 如梦似幻前几分钟 还感觉自己至谋无双 这会儿 已经是事事不顺心 一切的起因 似乎多怪那个 突然冒出来搅局的 盗贼 换个 他们爆了不少装备 稀有材料 也有两件 底下的人 带来了好消息 让如梦似幻的心情 稍微好了一点 关于玩家死亡掉落 官方没有给出明确的 说法 但是论坛广大的数据党 经过分析发现 杀人多的时候 装备更容易掉落 掉落的东西 先从身上开始 背包里也不是不可能 只是概率会比较小 几十个人 才掉落两件稀有材料 这也是陆里打劫的时候 为什么选择让肥羊 自己交出稀有材料 而不是传统的杀人爆东西 大家小心了呀 最后一关 我们就能上去杀boss了 不管是不是我们工会的玩家 出去之后 都有奖励 直接联系我领取 如梦似幻 做出最后的动员 现场 一百多人 并不全是荣耀之都的 玩家 他们原本看到荣耀之都 对光明阵营玩家动手 心里还有点忐忑 这会儿听了这话 心里一颗大石头放了下来 任务物品 使击杀boss自动获得 毕竟是游戏 并不是说 雷恩萨克 只有一颗头颅 就只能一个玩家做任务 而且大部分玩家的任务物品 也不一样 不过 也不是所有的参战人员 都能获得任务物品 只有参与攻击 造成伤害最大的那个团队 才有资格 言下之意就是说 只有一队玩家可以完成任务 光明阵营 和邪恶阵营不能组队 他们的盟约 注定不靠谱 同是邪恶阵营的玩家 剩下的这些人 就没什么根本利益的冲突 如梦似幻 轻而易举地 就把他们安抚下来 最后一波怪 从祭坛上 源源不断地冲下来 足足近百只 陆离 跑出一段距离 找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化身乌鸦 盘旋了两下之后 高高地飞了起来 这张图上 也有空中怪 都是飞禽类幽魂 陆离 运气不错 没遇到危险 安安稳稳地 落在了祭坛上面 祭坛上 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人 精灵 他正在对着一个 六芒星法阵 施法 幽兰的魔法能量 充斥着玄傲的明文路线 似乎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陆离心里大呼庆幸 再晚一会 估计任务 就失败了 他 见过类似的法阵 分明是一个传送门 看看那复杂到 让人头晕目眩的纹路 估计还是个长距 传送门法阵 转职任务中 经常出现类似的情况 也就是说 陆离 所遇到的这个转职任务 有时间限制 超过时间 雷恩萨克传送离开 任务就失败了 尼玛 你一个猎人 居然会施展传送阵 这是作弊 曙光里的 NPC职业体系很乱 很多NPC身兼数职 比如 萨尔就是萨满 但是大部分人 认为他是战士 伊利丹沉迷魔法 可他明明是个恶魔猎手 没时间去恢复血量 陆离落地后 前行 加速奔袭雷恩萨克的背后 偷袭 传送阵中断 不仅仅是中断那么简单 传送阵失败 造成了魔法元素的反噬 第156章 虎口夺食 祭坛上产生了爆炸 鱼帛卷起雷恩萨克 陆离 还有雷恩萨克的白狼宠物 可能是因为他是上古精灵的缘故 雷恩萨克的属性模板 很诡异 有猎人和控罚者双重职业 抗晕眩的能力也非常强 在陆离还晕头转向的时候 他已经跳起来 雷恩萨克一把拽过背后的长弓 搭建就射 与此同时 他的白狼宠物也朝陆离冲了过来 上面这么大动静 祭坛下面的人自然不可能一点都不知道 指挥官如梦似幻心里破口大骂 嘴上却还是要鼓励士气 慌什么 最多也就是几个盗贼摸上去了 还怕他们把BOSS打掉了不成 其他人一想 也对啊 这是一个只有一面有路的祭坛 他们这边打得热火朝天 根本不能上去太多人 而且有没有治疗 还不好说呢 短时间想打掉BOSS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几十只怪就清理完了 到时候上面的人 还不是为自己做假衣裳 我估计他们那边也是急红眼了 才垂死挣扎一下 放下心中的担忧 居然有人开起来玩笑 光明阵营玩家的智商啊 简直萌哭了 他们还不如等 我们打BOSS的时候冲过来捣乱呢 其他人纷纷附和 意态 闲适 完全没了紧张感 如梦似幻有点后悔 不该把话说得这么死 万一 祭坛上的陆里就是万一 他在箭矢射到身上之前 进入影盾 成功挡掉了这一剑 幸好挡掉了 箭矢落在身后的祭坛石壁上 一大片的白霜 尼玛 原来还藏有阴招 猎人的白狼终于没有扑过来 德鲁伊随从画出原形 抬手就是一个曼腾把他困住了 至少两三秒钟 不需要担心这玩意的扰乱 计划刚制定好 陆里就指挥着德鲁伊 慢慢地绕过那一大波玩家往上来 原本是打算着 就算失败也无所谓 或许是没人能想到这一出 也或许有点运气的成分 还真被他给摸上来了 德鲁伊属于束缚技能比较多的职业 比如曼腾 吹风 拧拧小剑 完全可以帮助陆里 牵制雷恩萨克的宠物 有了精英德鲁伊 随从这个生力军加入 陆里轻松多了 他闪到雷恩萨克的身边 一个影席打了下去 系统 影席技能完成95% 造成300%的技能伤害 目标被晕眩一秒 他忍不住为自己点了个赞 这种仓促的情况下 居然能打出300%的伤害 还有一秒钟难得的晕眩 简直就是及时雨 伤害有点可怜 300%也只让雷恩萨克掉了120点血 还好 还好 这货只有3000点血 是的 比精英怪的血量还要少 陆里仔细看了一下 在对方所能被观察到的面板上 有一个不怎么明显的简易状态 衰弱诅 被判者应该遭受惩罚 以月神的名义 降低雷恩萨克99%的全属性 好牛逼的诅咒啊 真不愧带了月神的名号 听说月神很偏爱他的小乌鸦宠物 得知乌鸦半神艾文纳云落后 亲自收集到他的羽毛 将他从月亮景中孕育了 出来 可怜的雷恩萨克 这个被判者只能在衰弱中迎接死亡 尽管降低了99% 雷恩萨克对陆里 还是能造成三位数的伤害 一不小心就可能会被击杀 而且他不是一个单纯的猎人 遭受近战攻击的时候 他还会施法 幸好陆里有暗影斗篷 还会脚踢 不然真的会很麻烦 陆里有把握击杀雷恩萨克 但是他必须要在下面的人冲上来之前 击杀才有用 不然的话 他面临的就不是一个衰弱的boss 而是一群愤怒的敌对阵营玩家 3000滴血 陆里花了一分钟不到的时间 就把雷恩萨克击杀 他的宠物一直被德鲁伊随从纠缠着 不然陆里还真不好成功 采集 陆里已经看到了荣耀之都玩家的人影 捡起爆出来的东西 连忙对地上的尸体施展了一个采集树 游戏不可能真的和现实一样 雷恩萨克的头颅 当然不可能让玩家拿着一把刀 亲自取割 采药 伐木 挖矿 包皮 任何采集类生活技能都能获得任务物品 采集失败 陆里脸色一变 千算万算 没有算到一件事 前世的时候 他的采集树早就非常高端了 而现如今 即便是练的最多的采药 也不过终极而已 已经有二十多张图的任务宣告失败了 原来任务还要实现 我估计只有咱们这张图 还有点希望 幸好有人比我们早上来 如梦四焕满面笑容地说道 换哥 换哥 旁边的人 推推他 声调有点不对 现在的小弟真是没素质 这会儿 不应该是应该接一句 都是换哥指挥友方之类的 恭维画面 换哥 boss被杀了呀 几个玩家一起喊 终于让如梦四焕从生殖加薪 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迎娶白富美的美好幻想中醒过来 随后就是 手脚冰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刷 如梦四焕 整个人都消失了 换哥 换哥 旁边的小弟 一脸的无辜 不是我干的 换哥突然就没了 下线了 谁去打个电话吧 换哥受的 刺激太大了 别 别活活气死了才好 这样的话说出来 实在是太伤士气 那怎么办 百事号人面面相去 指挥官受刺激 被系统踢下线了 boss也已经被杀了 他们这百事号人忙活半天 结果为其他人做了嫁衣赏 干他压的 不知道谁喊了一句 百事个人骑刷刷地冲露梨冲了过来 露梨满头是汗 手都有点发抖了 四十码 只有两次机会 采集 采集失败 千算万算 还是其差一整 难道要在最后的关头失败吗 从这些人手里逃走 完全不成问题 可一旦离开 这些人 虽然不能使用雷恩萨克的尸体完成任务 但是只要把尸体破坏掉 他的任务也就失败了 上百个人冲过来 场面其实还是很震撼的 他们 攻击距离远的 已经开始拿出武器 准备攻击了 不甘心 露梨狠狠地看了他们一眼 就要启动消失离开 等到 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哎呀 自己真是蠢的可以 露梨飞速地将主手武器换下来 与此同时 对德鲁伊随从下了一个命令 以服从为天职的德鲁伊随从 毫不犹豫地站在了露梨 和荣耀之都玩家之间 他 拿着克雷索恩之锤 左手对着地上的尸体 施展了最后一个采集 系统 采集成功 获得雷恩萨克的头颅 地上的尸体 已经没了头颅 露梨手里 多了一个黑漆漆的布袋 一股血腥的味道 扑鼻 将任务物品 一把丢进背包里 仰头灌了一瓶 终极治疗药剂 他立刻消失跑路 德鲁伊随从根本不用再看了 虽然是精英母版 谢高防后 而且还会自己加血 但是也架不住 上百号人围攻啊 露梨只是被他们的攻击波及 都瞬间残血 真是可惜了 如果任务地图的随从 到最后完成转职任务 还活着 玩家就可以获得一张 三次召唤这种随从的 卡片 每次召唤 都能维持一个小时 在关键时候非常有用 没功夫 可惜 危机并没有过去 能站在这里的 都是来做转职任务的 都是对自己比较有信心的 工会精英 他们很有组织地往前逼近 根本就不给露梨流 逃走的路线 隐身不见得就是万能的 疾风步 别说露梨不会 就算她现在学会了疾风步 也不见得 就能逃出生天 不过不需要为露梨担忧 她早就观察好了地形 对自己的逃生之路 早就计划周详 嘿嘿 各位 不要浪费功夫了 露梨的身影在祭坛边缘的 围栏上显现 她就蹲在围栏上 竟然主动取消了隐形 荣耀之都的玩家们 看不到她蒙面金后面的表情 只觉得眼前此人 实在是太高深莫测了 即便是到 现在他们还想在做梦 实在不明白 对方是怎么那么快杀死的 Boss 现在他居然敢大摇大摆地 出现在众人面前 拜拜 路里摆摆手 向后一仰 整个人掉了下去 正常人50码高度掉下去 就会残血 65码 基本上就是寻死 祭坛高达上百码 这种距离掉下去不死才怪呢 荣耀之都的人全部傻眼了 他们愣了几秒钟 才一窝蜂地跑到祭坛边缘往下看 如梦斯换上线后 看到的就是这个场景 你们看什么呢 他拉着一个人问道 别扯我 让我也看看 那玩家不耐烦地 挣脱 后知后觉地发现 原来扯自己的是自家指挥官 幻哥 你上线了呀 太好了 好你们呀 Boss都被人抢走了 如梦斯换一巴掌抽了过去 幻哥别生气啊 我们替你出气了 被打了一巴掌 玩家也不生气 熊孩子看来 平时也很皮实 哦 你们怎么给我出的气 把他杀了 如梦斯换心理移动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还好 交代一些 至少面子上过得去了 大家任务全部失败 总比被人虎口拔牙 摘了桃子好 我们把他逼得跳崖自尽了 玩家路人甲 非常得意 杀死人算什么 逼得人自杀才凸显水平 跳下去了 如梦斯换 以赴你忽悠我的表情 拨开人群 凑到祭坛边上 为什么无缘无故地会自杀 你们确认他是自杀 亲眼看到他摔死没 其他人面面相去 齐齐摇头 尸体呢 幻哥 你下雨没打伞啊 这是游戏 哪来的那么多尸体 一个愣头 轻毫不客气地说道 下雨没打伞 我操 这是骂我脑子进水啊 如梦斯换晃了晃 差点再次下线 和愣头亲戚叫个屁 如梦斯换挨着围栏坐下来 神色竟然恢复常态了 幻哥 怎么怎么办 脑子 正常一点的 也感觉事情有点不对了 他们的主心骨回来 不用自己胡思乱想 都凑了过来 还能怎么办 等呗 如梦斯换叹了口气 等什么 等系统提示 有人完成任务 或者等今天进这张图的人 任务全部失败 把咱们传送出去 那人会完成任务吗 这可是曙光第一个完成转职任务啊 路人蚁 本来该是我们最先完成的 幻哥 你指挥得很好 老大问起来 大家都能替你作证 就差了一点 这话倒不是公伪 而是实话实说 先是联合光明阵营的玩家 一方面利用对方的 力量清掉大批外围怪 另一方面消耗掉对方的人数 最后埋伏胜利君两面加击 彻底将最大竞争对手 提出任务地图 剩下的百十号人只需要击杀掉boss 就能一起转职成功 前一百个转职名额 全部出自他们荣耀之都 就差一点点 这一刻 所有的玩家心中都是这个遗憾 系统 为之玩家完成转职任务 获得额外奖励 眼前光影转换 这张地图 所有的玩家全部被踢了出去 彻底打消了荣耀之都 玩家心中幸存的那点小心思 时间退回几分钟之前 路里从围栏上翻下去 半途就开启了森林之子技能 森林之子 顺发 你变身进入猎爆形态 移动速度提高50% 增加45度攀爬 效果 并可使用所有猎爆形态下专有的技能 同时使施法者免疫变形效果 并降低坠落伤害 变身 可以解除施法者身上的移动限制效果 当前等级1 1000 这种异化的变身猎爆技能 效果更好 最大跌落距离至少有120码 他跳下来之前 又刚喝过了终极治疗药剂 所以根本就是有惊无险 离开祭坛范围之后 他拿出雷恩萨克的头颅 确认任务完成 向他发布任务的老精灵便出现了 如果德鲁伊随从还活着 他当然不会这么省事 就算浪费点时间 也会带着德鲁伊随从慢慢地回去 现在德鲁伊随从也没了 自然直接用任务物品 把任务NPC召唤过来 这也是陆离前世玩家最常用的手段 年轻的童族 你的 实力超出了我的估计 老精灵掀开自己头上的多梦 露出了一头银白色的长发 月神护佑 罪人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陆离将把用布袋装着的头颅递过去 他自始至终都没尝试打开那个布袋 也不知道能不能打开 想想里面是个人头 还有点瘆人 唉 这是我的儿子 谢谢你终于让他得到了安息 老精灵抚摸着布袋 神色非常的哀伤 啊 陆离愕然 心里振战非常 一个父亲居然雇佣别人击杀自己的儿子 这是何等的悲哀 那是一个很久远的故事 早就应该淹没在时光的河流里 就不和你说了 老精灵没有满足陆离好奇心的打算 他从行囊里掏出一叠数本技能书 这里有两本技能书 是你的奖励 你选一下吧 两本 陆离心里一沉 为什么只有两本 第158章 转值大盗贼 你的随从战死了 任务完成的并不完美 老精灵似乎知道陆离心中想什么 摇摇头说道 这是一个古老的试炼 有它固定的法则 我也没办法 陆离也只是稍微有点不爽 这样的结果 他并不是不能接受 盗贼的技能书全部是灰色的 稍微有点泛白 这些技能书外观上来看 几乎一模一样 一般人可能会随便抽两本 那只是一般人 作为一个前世没事 就研究各种攻略的众生者 陆离才不会那么 漏 他几乎看一眼就能知道 这一叠技能书里 哪一本才是极品技能 技能书封皮上有名字 但是 NPC既然是让你抽 而不是让你挑 自然不会让你看到封面上的字 所以这时候需要观察的 就是书籍上的那些雕文 任何一本书的雕文都是不一样的 这种差别非常细小 游戏一年之后 才有人无意中发现 它们的区别 一群数据挡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 搜集各种资料 将它们的规律摸索出来 陆离又不是计算机 当然不可能 记住所有技能的雕文 不过他记得一些极品技能的雕文就足够了 别看这一大叠十几个技能 其实能被他看上眼的并不多 比如这一本 陆离抽出一本 不出意外地看到封面上 疾风部那三个字 疾风部 顺发 60秒冷却 强行进入前行状态 最初的一秒内 你将不受任何伤害 前行后 移动速度增加50% 持续5秒 解除前行后的第一次攻击 对目标造成150%的伤害 当前等级1 5 以后 等级升满以后 无敌会延长到2秒 移动速度会增加到80% 前行 结束后的第一次伤害会暴增到280% 这是他一直想要的技能 暴率实在低 根本没有捷径 可走 能在转职任务这里得到 完全是意外之喜 还剩下 一次机会 陆离能认出的极品技能 还有两本 一本是圣击 一本是伏击 前者是控制技能 消耗连击点数对目标 造成晕眩效果 属于控制类中捷技 除了梦棍 他也是控制时间最长的技能 而且他可以在战斗中控制目标 即便攻击 也不会控制效果 后者只算伤害比较高的普通技能 但是伏击完成后 直接奖励两个连击点数 使得这个技能身价倍增 陆离现在的技能顺序 一般偷袭起手 奖励两个两个连击点数 接着是背刺和影席 各一点连击点数 也就是说 他的一套技能 只能打出四个连击点 还不足以发挥 终结技最大的威力 对陆离来说 这两个技能都是极品 都能大幅度地提高他的实力 犹豫了一下之后 陆离选择了伏击 伏击 顺发 冷却30秒 从背后伏击目标 对目标造成180%的武器伤害 奖励两个连击点数 当前等级1 5 不是他不想要圣击 而是没伏击这么迫浅 陆离的主要输出技能 只有背刺和影席 必须在中间穿插大量的普通攻击 才能形成攻击节奏 这种手段对付 普通玩家还行 毕竟他的攻击比普通玩家高太多 但是一遇见高手 就相形见处了 而且 陆离更看重伏击的特效 完成度超过85%的伏击 能够造成一秒的瘫痪 超过90% 则是两秒 你是第一个完成转值任务的玩家 而且独自完成 可以获得五个技能点 老精灵继续发奖励 谢谢尊敬的长者 陆离听到这话 心中便是一喜 就连刚才只得到两本技能书的郁闷都不翼而飞 技能书再怎么难得 那也比不上技能点 技能点你有钱也买不到 同样因为你是第一个转值成功的玩家 我现在对你进行经验奖励 做好准备了吗 老精灵说 当然 陆离点头 一挥手 陆离的经验条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涨起来 系统 您的等级上升到19级 系统 您的等级上升到20级 连升两级 而且升到20级后 进度并没有停下来 一直往前推进了60%才停下来 现在 你有三个转值方向可以选择 老精灵一挥手 陆离的面前 出现了一个虚拟面板 上面 展示出三种发展方向不同的职业 盗贼 事后 恶魔猎手 陆离 只能苦笑 看也不看的 选了盗贼 他本来就没打算选到贼之外其他的变种 恶魔猎手的卷轴 他曾经直接打到过 但是被他放弃了 这里有必要 说一点 用转值卷轴 可以直接转值 也会有转值奖励 但是不会进入系统的转值排名 可能有人很早之前 就已经转值成功 但系统还是只承认 通过做任务转值成功的陆离 恶魔猎手这种被玩家称作隐藏职业的存在 陆离都不屑一顾 更不用说斥后 斥后转的人更少 不是说他没有优势 只是他的优势偏向于隐秘和侦查 排除陷阱 这些东西只对大团队才有用 自身单兵作战能力大幅度减弱 打死陆离他也不会选 事后会的 盗贼一般都会 只是没那么精神吧 盗贼转值成盗贼 名字没变化 不过玩家们习惯称呼转之后的盗贼为大盗贼 从这一刻开始 陆离便可以理直气壮地自称大盗贼陆离 前世纪中顶尖的盗贼全部都是大盗贼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隐藏职业 其实曙光并没有什么隐藏职业 也没有什么隐藏任务 全都是玩家自己的评定 官方资料中没有明确给出的职业 全部是隐藏职业 唯一任务 或者只有一部分人才能接取的任务 被称作隐藏任务 以此来幻想游戏的神秘感 这时候 系统正式发出公告 宣告第一个转值成功的玩家出现 公告之前 提示陆离是否隐藏资料 换作一般情况 陆离还真无所谓 不过他刚刚从荣耀之都 手底下抢走雷恩萨克 太嚣张 的话也不好 干脆继续匿名 事实上 他这种隐藏 完全是掩耳盗铃 排行榜第一连跳两级 瞎子也能看出来 这货转值成功了 而排行榜第一 其实没什么争问 大部分人都知道 是一个叫陆离的蠢贼 他带着他那群呆萌的队友们 拿了曙光 一个又一个手杀 这群人非常奇葩 拿手杀的时候 要胡扬威 从不隐藏姓名 但是排行榜上 却全部装高身 都是未知玩家 完成任务之后 陆离向老精灵道别 这时候 这张地图上所有的玩家 才全部传送出去 陆离此行收获颇丰 不仅转值成功 而且还得到了 两本极品技能书 技能书立刻学习掉 技能点陆离也没留着 从任务地图出来之后 他立刻便去找职业技能书 第159章 老乡时 20级的陆离通过升级 获得了10的技能点 影席技能手动升级 奖励了他一点 刷伊利丹虚影的时候 获得了一点奖励 也就是说 如果不使用的话 他一共应该有17个技能点 开锁技能上 他加了一点 还剩16点 变身海报上 他加了一点 还剩15点 影席加满了 却掉手动升的一级 花了3点 还剩12点 被刺加了2点 还剩10点 抹猴前后升了两次 一共3级 花了3点 还剩7点 所以说 陆离身上 还剩7个技能点 他打算在抹猴上再加一点 把抹猴升满 抹猴顺发 消耗所有的连击点数 攻击目标的猴部 造成自身攻击成 1加50%成连击点数 的伤害 当目标血量低于20%时 一定概率造成暴击伤害 当前等级5 5 满级的抹猴 和一级的抹猴 提升最大的不再伤害 而在于暴击概率 5级的时候 基本上就能达到百分百暴击了 这个技能属于秒人技能 起手偷袭两个连击点 伏击两个连击点 再上一个被刺打出破甲 顺便将五星连击点攒满 一个抹猴上去 贫血之夜 直接给我跪下 然后是疾风部 陆离投入4点 直接将这个神级保命技能点满 疾风部 顺发 60秒冷却 强行进入前行状态 最初的2秒内 你将不受任何伤害 前行后 移动速度增加80% 持续8秒 解除前行后的第一次攻击 对目标造成280的伤害 当前等级5 5 剩下2点 陆离加到了暗影斗篷上 将暗影斗篷的法术免控效果 提升到4秒 不要小瞧这一秒钟的提升 在很多场合下 都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陆离更想把这个技能点满 可惜技能点实在是不够用 像他这样20级 获得7个技能点奖励的人 都在为缺少技能点而苦 更不用说其他玩家了 升级技能的花费 也是很大一笔钱 越是牛逼的技能升级 需要的钱越多 陆离单单是花4个技能点 升级疾风部 就花了26个金币 相当于普通玩家玩 三个星期的总家当 钱包一直在瘦身啊 想想妹妹的医药费 还有兄妹两个心中 一直憧憬的大房子 陆离攥紧了拳头 必须多赚钱才行 本打算找固定团的家伙们 去下副本 谁知道他们全都跑去 做转职任务了 陆离建了个聊天室 实况指导转职任务 队友们只要在聊天室里 把任务地图里的情景说完 陆离就能给出攻略 这种叼炸天 帅到没有朋友的技能 深深地震撼了 飘灵和芝麻馅汤圆 比陆离完成了转职任务 还让人觉得震撼 完成任务可以说运气 现场分析出任务攻略 这尼玛什么节奏 芝麻馅汤圆感觉自己 这所谓的第一术式弱爆了 就算是工会里的那些大拿 在陆离面前 也要跪成一排 这就好比是天龙八部 大家都还在感叹 南海恶神不愧是 江湖成名的高手 根本想象不出 在少林寺的藏金阁 扫地僧 大大看着两个偷书贼 笑而不语 陆离一边隔空指挥 一边去接任务 阿斯特兰娜禁止往北 有一帮祭皮熊怪 我的斥候报告说 他们的数量 在过去几个月里增长迅速 假如他们人多势众 多半就会撞起胆来 直攻阿斯特兰娜 到祭皮村去 尽你所能把他们杀掉 我将在这里等你的消息 愿月神与你同在 一身皮甲的梅依瑟娜 正在向他周围的玩家发布任务 这里是梅依瑟娜哨所 主要是为了防御北方 奥迪拉兰废墟的新住户 祭皮熊怪 梅依瑟娜非常著名的美人 长相轻力脱俗 也就算了 最让人无法自拔的是 她的嗓音 简直可以称得上 是虚拟技术的巅峰 很多游戏色配榴莲在 梅依瑟娜哨所 就为了和这位祭司女士 多说几句话 有人说 如果能在现实里 找到一个拥有这种嗓音的人 即便她长得再丑 也甘之如疑 不舍得离开 接了任务之后 陆离挤出人群 找个没人的地方 变成豹子 嗖嗖嗖地跑向祭皮村 梅依瑟娜的任务 知名度高没错 其实奖励并不好 只是一些经验和青铜装备 陆离之所以接任务 主要是为了这些 可爱的祭皮熊怪们 他们会掉落盗贼毒药配方 单单是这个理由 陆离就必须把这个怪 当作炼击的对象 即便他们的等级 只有1719级 对陆离来说 根本没有人任何经验加成 不过 也不是没有优点 李璐离低了两三级 也就意味着 他能够对怪物 造成攻击上限的伤害 再加上这里 刷怪的速度非常快 所以练级也不算差 包场刷熊怪 闲杂人等速度离开 包场刷熊怪 闲杂人等速度离开 喊话的人嗓门很大 离老远都能听见 他们嚣张的语气 哪个不长眼的要包场 究竟是什么人如此张狂 居然在梅依瑟娜 这种人口密集区 要求包场 玩游戏而已 谁没有点脾气 你说包场就包场 别开玩笑了 天使之意 喊包场的人回头看了一眼 认出了不平者的工会徽章 没错 我是天使之意的 想来 自家工会也不是岌岌无名 虽然自己只是工会外围成员 我管你是天使之意的谁 滚一边去 包场君 丝毫不甩天使之意的面子 高冷地扫尸一圈 到 我们锦衣卫说 包场 别说你们天使之意 就算是黎明之意 也照样得给我让路 有传天使之意是黎明之意的分会 而黎明之意 则是排名和锦衣卫差不多的大工会 别看锦衣卫在路里那里连连吃扁 作为一家待遇超好的大工会 他们在普通玩家 心目中依旧保持着足够的威慑力 听到锦衣卫的名字 忌皮村的玩家们变了脸色 玩游戏而已 大不了掉点经验 这话说的没错 可谁会无缘无故地凑过去掉经验呢 退一步 海阔天空 反正他们包场也不可能包太久 本会再来 就是 锦衣卫 这名字好亲切 第160章 肥扬 路里黑黑一笑 将蒙面筋从背包里拿出来 蒙在脸上 眼神里渐渐泛出兴奋的色彩 他不是什么良善之人 也没多少隐忍功夫 锦衣卫上次通缉他的事 路里一直没时间去算 这次正好送上门来 那个谁 怎么还不走 想死吗 看到路里一点离开的意思都没有 锦衣卫负责清场的玩家不爽了 直接走了过来 你是在说我吗 路里压低了声音问道 废话 耳朵聋了 死人游戏ID巨峰 是锦衣卫暗杀团的人 专门负责追杀和清场之类的事情 他看路里不为所动 上去就推了一把 这是现实中的习惯动作 打架之前热身 你推我一下 我推你一下 等怒气止满了之后 直接开打 路里一直背对那名玩家 这会儿才转过身来 脸上是黑漆漆的蒙面筋 只露出一对淡灰色的眼睛 咧 巨峰有点意外 没想到路里会蒙着面 我最讨厌别人清场 路里手腕下沉 直接一个影席打了出去 巨峰看到路里蒙着脸 先是一惊 等到路里出手之后 他就差点笑出来了 要不要这么搞笑 你压得一个盗贼 不老老实实的当老鼠 居然连前行都不开 要正面对战我这个战士 下一秒 他就笑不出来了 系统 影席技能完成94% 造成250%的技能伤害 目标被晕眩两秒 晕眩之后 路里一边平砍 一边走位 系统 被刺完程度89% 造成112%的技能伤害 一级破甲效果 系统 伏击完成度86% 造成107%的技能伤害 目标瘫痪一秒 刚刚从晕眩中醒来 飓风悲催地发现 自己被瘫痪了 晕眩和瘫痪 是有一些区别的 前者受到伤害以后 也不会解除控制效果 直到效果结束 而瘫痪 在一定时间内 角色会不能控制 无法做出任何动作 但是只要受到伤害 就会解除瘫痪状态 对路里来说 这一切都不重要 他将匕首 放在飓风的喉咙上 从左向右 轻轻一拉 抹喉 飓风眼睁睁地 看着自己的血条 一下子跌落到底 差一点就挂了 他的反应也算快 一个箭塔 直接踩了下去 也不管有没有 控制住对方 飓风抬腿就跑 不远处 就是他们工会的 一个治疗 正朝这边跑过来 他的箭塔 没有控制住路里 路里在抹喉完成之后 就后退前行了 战事的血条 就是后 四星的 抹喉居然没 把他那点血清光 其实也没关系 就算一下子没清光 也不代表 这个战事就能活下来 飓风回头发现 盗贼没有追上来 自己工会的治疗 已经开始对自己 读条治疗术 他这才松了口气 这口气还没喘完 他的眼前就是一黑 世界变成了黑白两色 挂了 治疗 性性地放下手里的法杖 有点不明白飓风 为什么不自己喝血 难道他没发现 自己在流血吗 抹喉的流泻效果 可不是一般的小伤害 还没等治疗困惑完 他立刻感觉到 后背透心发凉 系统反应一下 那种匕首扎进来 冰凉的感觉 实在是太糟糕了 到 一个反手被刺 将治疗击飞出去 半空中白光一闪 直接化成了尸体 糟糕 忘了 PTA值 陆离 拉开面板 就看到自己的属性面板上 赫然显示着两点 PTA值 这也是第三次系统 更新新增的东西 曙光本来是没有 PTA值这种说法的 从一开始 他们就鼓励玩家厮杀 关于增设 PTA这一事件 民间有一种说法 说一位退休老干部 据说还是部长级的大拿 一时兴起 进游戏玩耍 沉迷采药 炼丹不可自拔 某一日 老头撅着屁股 爬在草丛里采药 一路人看他姿势太猥琐 上去把他给宰了 老头受到了身心双重伤害 下线之后 找到他女婿 网络监察局的局长 强烈控诉了游戏中的 这一凶残设定 该局长不想鸟老部长 但是又怕回家跪摇空气 只能以网络监察局的名义 向游戏公司提出建议 游戏公司考虑了一下 也觉得全民游戏里面 太凶残 不太好 于是 新的PK法则就出来了 主动击杀一名战斗职业玩家 获得PK值1点 主动击杀低于 自己5级的玩家 PK值翻倍 主动击杀生活玩家 PK值翻倍 PK值越多 死亡时掉落的东西越多 最多掉落三件 消除PK值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是在线时间 每在线一个小时 PK值降低一点 第二是悬赏任务 击杀拥有PK值的玩家 可以抵消一点PK值 击杀PK值高的玩家 还有额外的奖励 身上有PK值的玩家被击杀后 就会被系统直接丢进牢里 直到身上的PK值完全消掉才能出来 第三 坐牢 每坐一个小时的牢 抵消一点PK值 和用在线时间削PK的方法 不同的地方在于 玩家在牢房下限 系统依旧会计算玩家的坐牢时间 所以 路里没重生那会 玩家们一到下限时间 便成群结队的去坐牢骁PK了 那种成群结队去坐牢的场景 堪称游戏意境 被卫道士们 拿去当成道德沦丧的证据 别看坐牢算下限时间 其实很多并不想到牢房里下限 牢房下限 可不像旅馆下限那样 有双倍时间 此外 主动去坐牢骁PK值的话 随时都可以出来 而被悬赏玩家送进牢房 就只能等PK值 消掉才能出来 大家小心了 祭皮村这边有个蒙面盗贼 技术装备都很牛 都不要单独行动啊 在场的小头目接到报告 开始提醒大家小心 两点PK值之后 陆离就小心谨慎 很多了 转了一圈 才找准了一个目标 选择的标准很简单 那就是装备 眼前这家伙装备非常不错 陆离虽然看不到他装备的属性 但是从外形也能判断得七七八八 偷袭 被刺 伏击 抹猴 一波带走 捞起地上的装备 陆离再次闪人 一件法师黑铁鞋子 智力加10 一般的鞋子值七八百块钱 一般的名牌运动鞋 也就这个水平了 去掉各种消耗 普通玩家 一天也未必能赚到七八个金币 3点PK值 3点PK值